电影风格调色简单 在做调色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种风格的调色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电影风格的特点就是低保和高对比 对吧 那根据这个思路 首先我们在这边给他添加一个色界 把它中间调的这个位置向右侧拉动 给他增加一定的对比 然后再次给他增加一个亮度对比度 把它的对比度给他再次提高 亮度给他适当的压低一点点 然后执行完这些之后 再给他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 在这边我们选择红色 把它红色的饱和度给他降低 选择黄色 把黄色的饱和度团样给他降低 选择青色 把青色的饱和度适量的给他增加一点点 选择蓝色 把它蓝色的饱和度给他增加一点 因为我想增加更多的冷色调 然后再次想择阳红 把它阳红的饱和度给他降低一点点 因为阳红和黄色控制人物的肤色 好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给他添加一个纯色的涂层 如果你喜欢冷色调呢 给他添加蓝色 如果喜欢暖色调呢 就给他添加黄色 好 这时候把它的图层货物模式给他更改为柔光 在蒙版上用黑色的画笔 把人物的面部还有手部给他涂抹出来 好了 这时候我们再给他增加一条曲线 在曲线的亮部给他提亮一点点 暗部给他压一点点 形成一个小的对比 好 那我们来看最终的一个效果 之前的 之后的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先等会变 黄色转率